为抢攻中国年轻消费者族群 除了原有的宝马一二系旅行车之外 宝马也与中国华晨宝马合作 与广州车展推出一款中国限定的一系轿车 而日前原厂也释出了更多关于新车的详细规格 也将于2月27日正式开卖 而正在所定奔驰CLA奥迪A32来的限定车型 据传也会是市场反应 将销售触绝逐步推往着世界各地 要是以现在中国报价20.5万人民币的起售价来看 绝对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款入门车型 以ULK底盘平台打造而成的一系轿车 全车车身尺码将会达到4456毫米 宽1803毫米高1446毫米 轴距2670毫米 并提供了1.5层三缸涡轮增压引擎的118i 以及2.0层四缸涡轮增压引擎车型12.i Luxery Trim 以及动力上修着231匹 349.86牛米的125i Sport Trim之三大变程 并在6速手动挡及8速自动挡变速箱配置之下 搅出百公里6.41层至6.21层的油耗表现 原本几现为中国市场独占的一系轿车 在预见单数颇为亮眼的条件下 也让宝马心动起来将该车款逆输入至海外市场的念头 倘若在配备规格不变 售价落差不多的 等于20万内入手一款宝马的入门房车 绝对会逼死不吵推手 本期内容由天下午车整理创作 欢迎大家留言及讨论